字幕提供 回來談談 我先跟大家匯報一下 今季本來想說今季有多少卡通片 現在追蹤的 現在先講講 你多多要集計 為何要拿不記簿 沒有太多東西要分享 我撈亂了 記不到一個星期講一套 或者講多一套就會亂 我一定要寫下 先講講 有哪幾套動畫 當然每一季有很多 我現在告訴大家 有哪幾套我推介和看的 Netflix有一套我推介 現在出了三集 叫做《關於地球的運動》 先關掉那個 這套叫做《關於地球的運動》 圍著地球轉的所有東西 就是當時 的人是如何去打破這個迷思 也不會單行回兇 首先 第一樣 但你就能看回那個歷史,你忠於那個歷史 但他有沒有將科學家那些人物全部變成美少女 沒有的,不會的,放心 我問一下中國這套有沒有漫畫托底 是不是漫畫改編過來的 我沒有研究這件事,應該是原創 因為這樣的題材都很欺負人 這個就等下有沒有觀眾幫我補充一下 我正在看很多,我稍後再看這個 另外關於亂馬二分一 我繼續看第二集 我先關掉那個 Briant,先處理一下那些聲效 麻煩你,走那邊 另外,講到Netflix 還有一套叫做鴨奶喬論的禁忌推理 這是人名的 鴨奶喬論是一個人名 其實到Season 2,就是Season 1我看了 其實好像金田一這樣 一個解謎的 是偵探的 當然,這套去到第三集 這次另外這套很推介 Ricky到我新鮮的 膽大黨 去到第三集 這次是阿麻 阿麻出場就行 好看 好,接著還有機械臂 我之前提過 還有一套叫做神選 God App 即是手機裡面的App 也是Season 2 好,接著這套 我猜你們會不會看 龍珠 新的小朋友 龍珠大魔 我做了一集 我有看的 這次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話說現在在一個魔界 魔王就是想要控制地球 但是他看到地球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那怎麼辦呢 於是他找回最元祖 在南美星製弄龍珠的大魔王 即是老了的魔童 然後怎樣去找回地球的龍珠 許個願 許個願做什麼呢 將所有跟魔人報勾戰鬥過的人 大人就變成了小孩 小孩就變成了寶寶 他們的戰鬥力就下降 然後就可以統治地球 那挺過癮的 好像聽到的故事挺新鮮的 其實就等於龍珠GT 是的 變成小孩 反過來又來一次 這個大家想想追不追 我會追下去的 因為這麼久沒有看過龍珠的東西 雖然他第一集 他有很多Flashback看回舊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他這套是不是都是跟著龍珠超的 算不算 不知道 不知 世界觀是平衡 不知道 跟著他後面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OK 究竟他是不是跟著龍珠報勾之後 我也不知道 OK 講了這幾套之後 就馬上講一下今天這個正題 高達Netflix版本 《復仇者的鎮魂曲》 六集而已 每集他寫就寫24分鐘 但是你 加加減減 加減 19分鐘 就已經看完了 一集 是昨天才上的 是嗎 是 大家一定要照顧著他 問一下現場觀眾有多少人看了 有多少人看了 有多少人看了 沒有看打二 有多少人看了 是啊 馬上要劇透 馬上要劇透 等一下 劇透大家要小心一點 家人 馬上要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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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內容是包含劇透的 說出來 適量 適量 少少 我怕馬上劇透 你們看完之後 你們看了幾集 我看了五集 Ricky看了五集 兩集 Alman 兩集 在看第四 在看第四 只有你一個看大 你最理想 他優惠是最忌 看六集 因為我打算今天回來講 我們先看完 還有你都說 十九分鐘一集六集 你們兩個都要看很快 如果不用上班 大多數人都未看 劇透 小心家人 劇透 適量 問完大家看完沒有 另一件事 我真的要問一問 你們是看日文配音 還是看英文配音 英文 英文 為什麼呢 我看慣美劇 我不用看字幕 聽英文就看字幕 當然是聽英文 因為我看日文我要看字幕 這個就很吊詭 這個我和Walker的原意一模一樣 我也是這樣 因為英文你直接聽 你又Gap到他在說什麼 看日文我是不明白 如果你是日文和韓文 我當然是日文 如果你是日文和英文 我當然是英文 如果你是日文和普通話 我選擇日文 我再簡單一點 因為他們是外國人的外國人 他們不是說英文是合情合併的 對 但有些西人 因為我今天見到美國的動漫粉絲 已經說他英文配音不行 我還是要看日文 我要看字幕 這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都掙扎了 在第一集的時候 我都掙扎了 究竟我應該看英文 還是看日文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的高達 全部都是日文 所以如果我用英文去看高達 我真的有點不習慣 男人不明白 但這次為什麼我要選擇看英文 第一就是因為那些口型 他真的講英文 如果你看日文 我就覺得他就配音 你跟以前看日文的不同 第二他畫的全國是外國人 我覺得他講英文都很合理 當然要撇除那些 一定要有黑人 要有白人 有男人 女人 正確問題 黃皮膚 連撇開這些都不說 基本上你想到的人種都有在 很公平 這個我覺得 要這樣說 我們看慣高達的 由20079開始 我們都習慣了有有識人種 而且女生持有MS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高達世界 非常成立的東西 很早期已經有了 很多都是印度人 譬如20079戰爭裡面 男女的比例都差不多 所以這一方面又不要太過 一看到別人是有識人種 或者主角是女性 政治正確的 我可能覺得這套沒有太大問題 我看到第四集中間 暫時又不覺得有什麼 玩政治正確的問題 可能是接受了 他們表達這件事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譬如你說主角是女性 我看到這一集最有領導能力 性格都是最厲害 都是他 但人家的仁切本身 就是一個有經驗的軍人 年紀又差不多 你看到他那條巴 你就知道他 經歷過 有經歷 不是昨天出生的 所以覺得他厲害 是解釋到 這個仁切本身就是一個厲害人 好像福卡出來就是一個厲害人 然後問一個最籠統的問題 無論你看了兩集 五集也好 看完也好 或者你現在看電視 給個評論 很極端地 覺得好看的一字 覺得不好看的二字 一定二 一 一 一 哇 正大開心 很基本 我只是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挑剔 無論由他的世界觀 作畫 作機械設定 另外一件我不明白 待會會說 那個作畫 沒有理由的 做到這樣的水準 所有東西 但其實加加起來 我都覺得那個欣賞性是高的 追漢性 最重要是我追 最重要是我今天吃午餐的時候 看了第一集 差不多遲到了 我都要看第二集 先頭幾分鐘 因為真的有追漢性 是啊 而且你們看得到 有看的觀眾都覺得是一 為什麼有什麼吸引到你們覺得好看呢 Morgan就覺得 劇情上最好看 Almond和Ricky呢 其實老實說 一開始看機設 因為大家看機器人 一定是看機設 我想大家都不是太喜歡的 本來 想割椅的 看到高達 想割椅的 但絕對我覺得 看遠到東西之後 一定會改觀 一定會加分 跟那個家父的蒙面齒然一樣 那個樣子就衰 但劇情好看 你會被劇情感染了 你是喜歡的 一個星期就知道 究竟Ricky說這句 可不可以了 現在那個超合金 還未出這隻高達 真的出了嗎 他現在出了嗎 現在收訂 你看看網上 之前很多人說 等下跌到599才進 我看到很多 這隻難說 但它是P Bandai 哪有跌的 就是跌到有限 這隻好像不是P Bandai P Bandai要按的 好像不用 這隻 我記得是P Bandai 我只玩無形 不要緊 等網友幫我們去補完 我就看看這套戲 現在出了 大家都算滿意 看看這個高達的超合關 會不會真的去到599了 看看這個 好 除了高達你覺得滿意之外 還有什麼吸引到你們 到Edmond說 我覺得 我最喜歡 其實是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那套08小隊 寫實是 我覺得 如果你要拍真人電影 或者立體這些CG電影 應該是要配合 寫實風 你會更加有投入感 它又做得到出來 真的有打仗 對 像打仗 對 即是角力 那些 那些 戰力不平等 危機 那些都有 多謝Carmen Rider 就是跟Ray Pan的提供 是P Band 雖然看高達看了幾十年 都是同樣的劇情 我都看過很多次 但這套 不知為何 給你那個感覺很強烈 就是高達是很屈肌的 原來是速度的表現 動作的表現 還有裝甲 武器性能 所有東西 不知為何在這套看 你零食覺得 原來真的屈肌這麼多 這個可以賺一賺 在最原早那套高達 阿寶馬沙的時候 你經常說 聯邦軍有新的機體出現 尤其是頭幾集 你不會覺得性能有些分別 不過我覺得最大問題是 阿寶不懂得駕駛 是的 但是你看到性能的分別 除了它一來 拔斷了渣鼓的氣候 或者拔把劍 在殖民衛星中 扔開它 你說速度 你暫時還未看到 但這個一來就告訴你 有快又快 有快又快 有快 是這樣的 這個很明顯看到分別 還有你很代入到 在那班智戶兵上的視角 就是同樣被它震撼不到 是的 你感覺到 這麼厲害 我只是在頭兩集 我就很明顯感覺到 白色惡魔 為何真的叫白色惡魔 真的應該叫白色惡魔 多謝Moyce Lam, 多謝 還有一件事, 白色惡魔, 很明顯這次整個視角, 如果你看一集就知道 之前那個視點就會在聯邦軍那邊 這次很明顯就放在智戶那邊 所以從智戶那邊去講他是一個白色惡魔 理論上他們應該看的任何東西都覺得 這類型的高達應該都是反派 在他們眼中一定是反派 所以你看頭幾集你是很強的感覺 因為他真的好像一個反派追殺這些治兵 人家已經輸了落敗而逃 但他都要跟著去, 一定要撐住 這個看得很清楚 不過我覺得剛才阿窩哥的追著看 他有一件事就比之前大部分的高達都完成 在情節編排上 而高達掉了一個死胡同 特別是電影, 即是一些短片電影 他很喜歡雪教 即是說說說說說 閃光的黑手 說說說說說 不打, 說說說說 打一下, 再說說說說 如是者他就說很多 然後你沒有了戰鬥的場面 你知道高達, 特別是一些老派 即是硬粉 就會覺得你沒有高達的打鬥 就很難去認同他 今次這套呢 他的比例就很清楚 他大約差不多一半是有戰鬥場面的 講告之前出一出 不是出一出, 出一段的 出一段打鬥 然後就說少少 說少少 然後再打 所以你看的時候你有一種爽感 即是, 哇, 經常都可以打 每一集都有打很多 我特別喜歡第四集 第四集是他打得很厲害 即是打到夜晚的時候 打得很厲害, 打了半集 就是, 滿足了高達米 但是, 都有些可以批評 我看這套的時候 我不覺得像是看高達的電視劇 也不覺得像是看高達的電影 我覺得像是打機 因為他很多畫面拿的角度 是真是打機的角度 打機的角度 即是, 畫面前面 有隻手拿著槍 然後子彈飛出去 就是, 很多這些是打機的角度 但是, 你看那些背景 你也知道, 那個導演和編劇 都是那些人 就是外國的 都是做開這一類型 你就很明白這件事 講到打機 如果你說今次看那個 剛才說的那些畫質 沒有理由做到這樣 以現今的科技 糟了, 我已經不知了 其實我覺得很OK 可能我對電視劇的要求 要求不高 人是差的 人是差的 但如果你說環境 機械人 戰鬥 因為收貨 我覺得好得 直接收貨 人都說 拿了經費做機械人 因為我很少接觸這些電視動畫 我也是 那些實景很滑 我覺得 大家覺得 是不是很奇怪地 其他東西都很成功 我收貨了 即機械人的動作 為什麼那些人物的表情 眼神那麼差 好像比較假 有些死於眼 完全沒有眼神 沒有斬眼左右 很少很少 有時候都交不上氣 不知道是不是 Badda給不夠錢 那些 很明顯 他似乎真的很有困難 因為第一集出場的時候 女主角有幾個大頭 表情是樂功夫一點 明顯是多一點微表情 但接著一下去 就經費不足 就完全是經費不足 又或者是不會 因為現在 你這樣說完 我回想起 打機的畫面 好像人們都在差不多 打機的時候 可能都是找了幾間私資公司做的 以前那個Nicro 那一套也是CG 那一套其實隔了這麼多年 跟現在差不多 我才覺得很奇怪 我記得你說那一套 那一套我也有看 我們有多謝Richard Song 謝謝 Simon說這套應該叫做機動戰士渣鼓 拿鼓才是主角 另外想說一下 每一個設定或者世界觀 首先背景上我覺得他很聰明 他選了一年戰爭11個月之後 那個時空 他講這個 就是剛剛打到 大家都開始 他是20079 20079 就是一年戰爭開戰11個月之後 那個時段 我覺得很聰明 他又不用去到 有阿寶的新類型 打得很厲害 未至於去到阿寶和馬沙那些 要打到這樣 他在那段時間之前 之前一點 之前一點 未至於去到這麼厲害 但他裏面有講新類型人 但他又講一些類近的事情 起碼在畫面上 因為他想走寫實系 但他又不可以不提新類型 如果提新類型 一講到後期 如果他把時空放到NT那裏 或者獨國秀 這樣就很難寫實 很難寫實 這次他很聰明 放在這裏 他又未至於去到08小隊 要寫實到完全 撇開所有新類型 貼地 他又沒有 他剛剛拿這個位置 我覺得很聰明 但是有些 我就覺得 在機械設計上的設定 好像不是很清晰 究竟你的型號 是真的好像08小隊那樣寫實 還是阿寶渣的高達 真的可以精神感應 他有少少站在中間 特別就是高達 這次的主角高達 渣古很明顯是寫實 但這隻高達好像可以很厲害 但他又不是很厲害 就是性能上好像不是很 consistent 對 性能上好像有少少不 你未看大結果 我未看到最後 不要穿著 你看完結局 我就覺得 真的這樣 真的這樣 又弱化了 就是這樣 或者你看到老虎出場 老虎出場 老虎好像跟那隻渣古差不多性能 最早期的時候 他有口說 他有 戒洗員 那些旁邊的士兵說 連老虎都打不過 你理解到 就是了 但是去到最後 大家都未看 我又不說那麼多 老虎又不是那麼差 可能就是士兔戒洗員 所以這裏我有少少爛頭 但是裏邊另外有很多 我覺得怎樣可以成為大家印象裏邊的一個高達 就是之前我們都說過 一定要有明場面 你要記得的 你要記得的 這裏我覺得這次這六集 是很有功夫 即是很有功夫 即是很有功夫 他每一集都有少少少明場面 給你看到 但我最有印象的明場面 就是每次女主角被高達射死的時候 就會在周邊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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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計劃 不知道每次都用了一兩次 是啊 是啊 有一個我喜歡的 我剛才吃飯的時候都跟歐文同 大家都很喜歡 就是那部劈爛了半邊的 渣古坦克 戰車 這個 如果BANDAI不出的話 我都很肯定下兩期的Hobby Japan 應該有人改的 應該有 一定會有人改 劈開它 兼買內扣 三個人站在那裏 一定會有人改 因為這個太經典了 反過來走一走一段路 然後還可以 我們就是喜歡看這些 就是 扭轉了那個 即是高達所謂真實系 就是他把那件事真的變成機械 你怎樣用是視乎人 那隻東西是死的 你的人是生的 這些劇情是很適合高達粉絲 是啊 反而作為一套BANDAI的廣告雜誌 我覺得他這次都很成功 但是有一點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出的機械這麼少 如果你純粹從廣告雜誌出發 應該會多些型號才可以出多些模型玩具 應該是經費的問題 我開了這條水之後 Netflix高達的CG動畫 應該會爆出 它就會有 Season 2 下一季可能是不同的主角 不是啊 我反而是看淡的 我覺得未必會有第二季 為什麼這樣說 我反而覺得 其實很簡單 今天是第二天上 你下個星期看看他能否入到Top10 你已經知道 我猜 但是你才是Netflix那些Top10 是否很難入 你要看WATCH的數目 還有看看他的模型 會不會像機械戰機一樣 還是像小魔女一樣 那就很重要 有沒有 Season 2 就好看這些 所以要好看他這幾樣東西 看了這麼多 是否真的值得推介 我覺得有多好 他是很適合我看的 即是真實 老病 因為譬如你那些00 去到現在那些 什麼時 那些全部都不是我這個觀眾群 這些是適合我看的 水星魔女其實是OK的 我也有看了第一季 水星都OK 還有人都告訴我 其實零零是好看的 零零我都覺得OK 但水星魔女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有些校園風 是啊 他不是不好看 老餅的任務 很壞 不是我預期望的高達 對味 即是Saving Private Ryan 那種感覺 反而是脫血孤兒那些 就有些味道 其實他這次的感覺很好 因為他可能也方便一些 從來不看過高達的人 但可能喜歡戰爭 可以入坑 二戰 納粹的同像 有些觀眾立刻幫我們補完 今天是Top2 今天是第二季 亞洲區還是全世界 香港 我不知道 他說今天是Top2 有些觀眾 哪裏有寫 剛剛寫 不是有觀眾這樣寫 不是 可能還有第二季第三季 可能 QSO說今天是Top2 今天是Top2 不知道 現在Almond立刻看看 這麼厲害 恭喜你 這個磅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 他這樣用這個切入點來入 做一套很真實 不是美少年 BL 做一套很真實的 很異戰的地球 都同時間可以位置到 我們這班老餅 老坑 亦都可以給一班 完全不認識高達人 一個很好的 線進來的位 裏面有很多自敬委 或是炒立閘 例如他有高達 斬了那隻手 另外 那兩個駕駛員 在打的時候聊天 這個必定有 這個我覺得不是很寫實 但是 這是高達 高達就要有 特別是最後一集的時候 那個女主角 和高達的駕駛員 都在握高達 心情多話 要聊天 這些一定要有 這些是高達 但這些就是高達 如果是寫實 他不應該出現 但是他就是高達 另外一個 他致敬了之前有一套 Batman vs Superman那一套 那一套 那時候經常被人吐槽 一件事 他們為什麼不打架 因為大家媽媽都同一個名 就是他們當時那一套 大家同一個名 所以不打架 這次為什麼高達和渣古 最後停了不打架呢 你劇透了 你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 我不行了 好 不劇透這裡 講完最後那一場 最後那場 我看完之後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動 最後那一段 已經結束了 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有很強的感覺 我以為在看Transformer 為什麼 因為跟Michael Bay第一次 將《真人法》 2009 我沒有記錯 總之第一套 《真人版》的Transformer 電影 最後也是 柯柏文站在那裡 說了一段 他這次又不斷 站在那裡 說了一段 說了一段 就是將整個故事 說了一遍 我看完之後 為什麼你最後要搞定這段 我是不是看完最後那段 我就可以看 不用看那六集幾 即是很奇怪 五集幾 很奇怪 為什麼最後一個選擇 就是一個女主角 站在渣孤的手上 跟著說說說說 說說 說完 跟柯柏文站在地球那裡 說說說 說說 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其實可以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又沒有辦法 這個又是高達 被人罵 再說 不要說是乾脆 要轉台 要轉台 女主角沒有死 女主角當然不能死 因為他如果 如果收到的 那他要Season 2 我又覺得他如果收到的 就是如果Season 2 應該是全新故事 即是同一個氣氛 但是開了一個新的故事 會很像這種做法 即是好像高達 好像高達 一轉了第二季 整個世界好像轉了一些 那樣子 另外很快就說了這個 其實Bandai對高達這個IP 我覺得現在有一點點 是不知所措 即是我覺得 你見到他 因為他現在是最大的IP 他幫他賺很多錢 但是跟著怎樣做 不知道 所以你見到他對高達這個品牌 他都幾 迷惘 一來迷惘 所以為何是迷惘高達 這麼賣得 跟他整個Bandai有關 很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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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見到他很想把這個IP 變得好像Transformer 即是說Transformer怎樣 很想把它盡量一步一步真人化 可以接觸多一個大一點的觀眾群 大一點的觀眾群 譬如他第一部就是 當然有動畫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CG 即是這個 但這個不是第一天 如果大家看回十幾二十年前 他已經開始用CG去做高達的一些宣傳片 跟著有那個Agro那個系列 即是他已經用CG想接近一些真人 今年又有一個真人版的電影 高達的 今年? 好像是今年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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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印象 十幾年前 有一段已經真人化過的高達 G-Savior 那個就是變黑歷史 二十幾年了 那一套大家都不承認 那一套 黑歷史 但他們是想一步一步想推他去一個 貼近一些寫實 即是寫實到見我們這個樣子 而是真的變成一個高達的世界觀 他是想做這件事 但一直以來都不是那麼成功 所以你看到他一步一步都是要堅持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日本動畫改真人版是近年要好一點 以往都是悲劇收場 都不是有很多 星矢就是悲劇 就是 那些西化了的IP 都是死亡 龍珠 那些 都是 龍珠 每個人都要道歉 其實你說高達這套 其實很有機會變成那些 你本來如果硬計 所以他都算是做得不錯 你是不是找 找哪個導演 Pacific Rim 好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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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記錯 應該不是 所以看看他這次成不成功 當然希望他成功 但也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寫實化了高達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那個高達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你是用回0079那個RX782那個高達的樣子 還是好像今次那樣 我覺得是今次那種 給一個新的樣子 應該會是近今次 就是好像變形金剛那樣 我覺得他們經常都有一種迷信 因為拿橫斌那隻出來搞 我覺得他們經常都有一種迷信 就是如果我的電影放在荷里活拍 就要找外國的機設施來做 才對 我不知道他們經常都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覺得要荷里活花 他們已經找了Piclick5號的設計師去設計 去設計的Tournade 其實我很欣賞 如果他可以將變成 好像Transformer那樣 令到他很機甲 很多細節 現在差不多了 這隻都像 但還是沒有那麼好 他就不改得那麼漂亮 為什麼我覺得不好改 應該用回原版 如果大家有看回Steven Spielberg 之前有一套Ready Player One 但出過很少時間 那些人是驚叫 其實他是用RX782的 沒有問題 你怎樣改改才會出新產品 如果出了一模一樣 那那隻就是PG Version 4.0 Version 4.0 Version 4.0 我覺得他一定會改 改是會改的 改多少 他改得很有機動警察的真人版 那種感覺 那隻機械人的感覺 即是他都似似的 但又改到真人了 話說話 其實當年那套G Savior的機械 挺漂亮 那個高達我覺得挺漂亮 只是計算機械設計 只是機械設計 我覺得挺漂亮 那時候被人吐槽得最多是馬沙 真人馬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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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套座美戲補完 好了 這套其實是推介的 可以大家可以看的 不錯 很快講多兩句 就是關於另一套 就是那個夢戰士的真人版 第一集出了 我看得很開心 整件事就是 根本拍一次給你看 拿回一套漫畫 以我印象中 因為我看那套漫畫 就是當年晚舟那期 我沒有看過 已經四十幾年了 印象中的故事應該差不多 我沒有看過漫畫 我亦都沒有看那時候的動畫 所以我就是一套 brand new去看 所以我看得很開心 它是一個便宜的特殊片 很便宜的 製作費應該很便宜 還有一個廉價的特殊片 但我看得很開心 最後一個男主角和二世間來的女主角 在房間裡講了一齊十分鐘的氣 要不需要便宜到這樣 他終於圓著 但他最終於圓著 100%完美呈現就是 藍珠角的髮型 現實世界可以做出來 藍珠角的樣子 他有那個面型 他有漫畫家叫什麼 桂正和 桂正和 當年他那個面型 真的七成八成重現漫畫人物出來 但我看他就覺得他像他父親 騰江雲 舊一號蒙面超人 真是他的兒子 另外當初看那些宣傳照的時候 我就覺得女主角不夠漂亮 我也覺得是 但現在看一套劇 OK 可能始終都是鹹羞 即是有很多特寫 小報拍下去 OK 我覺得女主角不錯 但另外那個同學 那個麻煩一點 那我真的麻煩一點 停下來下一站 好了 今次講到這麼多 真的要講小獸 雙方 好 明天見 光栄です 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バイバ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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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4 2 3 4 5 10 4 感谢观看